狐狸猫与小树蛙正在组装机器人模型 组着组着,狐狸猫觉得很热 便走去打开一旁的电风扇 没想到一打开 一阵风直接就把说明书吹到书架底下了 哦哦哦,糟糕了 狐狸猫想要将手伸进书架底下捡 摸了半天却没摸到 小树蛙建议不然先把书架推开 就能捡到底下的东西了 于是狐狸猫使劲力气地推书架 可是书架却一动也不动 小树蛙告诉狐狸猫 透过磁铁跟绳子来移动柜子的方式 都只是改变作用力的方式 并不会减少移动书柜所需要的力 于是小树蛙帮忙把书架上的书拿下来 再让狐狸猫推推看 这一次狐狸猫终于推动书架了 捡回说明书之后 狐狸猫边擦汗边问 为什么书架一开始会推不动呀 照理来说 我失利了,书架就应该被我推动呀 小树蛙回答 这是因为当你推书架时 除了你的失利之外 还有另一种力存在 在抵抗你的失利哦 当我们在推物体时 物体底部与地面之间 会受到一股平行与接触面的力 阻碍物体滑动 这个力我们称为摩擦力 摩擦力的方向 会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 狐狸猫好奇地问 那物体只有在移动的状态下 才会产生摩擦力吗 小树蛙摇摇头说 不管物体是处于静止 还是移动状态 只要物体有受力 就会有摩擦力产生 如果我们把物体的表面放大来看 会发现原本看似光滑的平面 其实还是有点粗糙 且凹凸不平的 当你想推动它 它却静止不动 是因为两个粗糙的平面 会像是凹凸铅合一样 互相卡住 使得物体的移动受到阻碍 当书架上的物品越多 物体表面与接触面 就会越紧密结合 推动时 所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比较大 换句话说 如果书架上的物品变少 两界面之间的结合程度 就没那么高 摩擦力较小 就比较容易推动了 狐狸猫听懂了 又说 我记得之前看过 如果将两本书翻开一半后 交叉交叠 从左右拉 可以简单地拉开 但是如果将同样的两本书 一页一页地交叉交叠 往左右拉 却拉不开 狐狸猫好奇地问小树蛙 明明都用一样的书 为什么第二种方式 就没有办法拉开呢 狐狸猫边想边回答 既然使用一样的书 代表物体没有改变 当两本书翻一半交叠 只有两个接触面 产生摩擦力 但是如果将书 一页一页地交叉交叠 就会有N个接触面 产生摩擦力 而摩擦力 可以叠加 产生合力 所以这时书本所受的合力就很大 导致要拉开书本非常困难 狐狸猫问 所以摩擦力大小 会跟接触面积有关咯 小树蛙回答 不是哦 可不要被搞混了 在这里 每个接触面 给予的摩擦力都是相同的 只是变成N个后 就需要将每个面 造成的摩擦力累加 物体所受的合力就会增加 就好比有个重物 每个人都需要出一点力 才有办法拉动重物 但单独看这个摩擦力 量值上是没有增加的哦 狐狸猫听完后 觉得摩擦力只会让它更耗费力气 如果世界上没有摩擦力就太好了 小树蛙赶快解释 其实在某些情况下 摩擦力在生活上 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哦 有些时候 我们还需要增加摩擦力呢 因为鞋底的纹路 与地面之间会产生摩擦力 我们才能轻易地行走 当鞋底的纹路磨平时 鞋底与地面间就会变得相对光滑 走在积水的地面上就很容易滑倒 还有筷子前端磕上的纹路 也是运用摩擦力 让我们在夹食物的时候 食物不会一直滑走 而在雪地或是冰面上 这种平面是相对较光滑的 冬天若是要开车上山赏雪 就需要在轮胎上加装雪链 增加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 不然轮胎可是会一直打滑 非常危险的 而生活中确实也有一些 需要减少摩擦力 来降低负面影响的地方 我们也会做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 像是脚踏车的齿轮与链条 需要定时涂抹润滑油 这样才能减少零件 在运作时的摩擦 避免损耗过快 并增加机械的耐用程度 而我们也会在滑水道 持续洒水 这样才能减少皮肤 与滑水道表面的摩擦力 避免溜下时 因为摩擦而造成皮肤破皮 所以摩擦力 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啊 有时候希望它很大 有时候又希望它越小越好 狐狸猫听着好奇了起来 那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没有摩擦力 会发生什么事啊 这样我们连走路都会有困难 可能你脚一跨就滑出去 停不下来了 甚至连你最爱的篮球 可能一碰篮球 就一路滚到十万八千里外了 狐狸猫听完后 不敢置信地站在一旁 嘴里喃喃说着 原来摩擦力还是有帮助的 狐狸猫整理今天学到的内容 摩擦力存在于两接触面间 与运动方向相反 是阻止物体运动的力 摩擦力在不同情况下 会有不同的用途 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由摩擦力 来帮助我们施力 有时候又希望可以减少摩擦力 避免耗损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想一想 有两台相同的车子 分别停在倾斜角度不同的斜坡上 请问车子 有没有受到摩擦力作用的影响呢? 如果有 哪一个斜坡上 作用在车子的摩擦力比较大呢? 是比较抖的 还是比较缓的斜坡?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见咯!